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耶 史上最强的MZ2 刚刚呢大家欣赏了再爱一回初恋小道 对不起我的宝贝 夜碟 还有十六人姐妹哥 大家看到了吗 不对不对不对 十六人姐妹哥 家常版 大家看得开心吗 开心 好 那么既然是我们公贼前辈的毕业公言 那么今天上来的都是我们的 就是今天在的一期生 除了那个刚刚思思和我们的摸小笼包 不是 摸小笼包 吃小笼包的孔小颖 他们就是在换衣服准备下面的歌曲 所以不能上来 今天呢就我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个人 非要说音语吗 非要说音语吗 我知道了 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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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们七个人来说这MC 就说说和公贼前辈的一些就是 有趣的事也好 感人的事也好 就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嗯 就我先不算嘛 因为我算的是六个人 从嬷嬷开始吧 再怎么应该从一个头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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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其实我觉得啊 就三大嗓子算是 又包含了慈母 又包含了严妇 慈母 慈母 我 我说的是慈母啊 难道不是你吗 慈母 不是 我还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 我们来标奖 好 因为她其实我觉得很佩服她的时候 她就在我们CM4K 还没有 就是 刚起步的时候 就什么都没有 连现在的剧场都还没有的时候 然后就来到我们这边 就是 以身作则吧 我觉得 三大嗓子算是 标杆 就是她给 告诉我们很多东西 当然她一直在台前表现出来的 可能是一种 就很活力啊 她就很开心的一种 很 happy的形象 但是其实她也有把她的软肉给我们看过 所以让我们知道 就是 偶像其实是很辛苦的 然后 也是因为有了她的 很多的一些教导 所以我觉得 但是让我们 成长了非常多吧 对 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然后也非常的谢谢她 我还是要说的 对 就是 其实 其实 就是 依稀生和龚泽前辈 就是 算是相处的 时间最久的一批人嘛 对 然后 怎么说呢 就是最近 还真的是挺最近的才补了 她在SKE48 毕业工业 不是 毕业演唱会上面 说的那一番话 然后 就是觉得很能 很能体会 就是有感慨 真的很能体会她每句话的意思 然后也非常 就是 就是非常佩服她能够 有这样子的坚持 然后 一直在 AKP48也好 然后在我们 SN48也好 或者说 SKE48 都 作为一个偶像 一直带给大家 非常多非常多的能量和力量 所以 我也很想做一个像她那样子的人 一直有自己的坚持 有自己的原则 有自己的 那一份 怎么说呢 就是内心 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那种 不知道这个词怎么说了 对 执着 有文化 对 谢谢 就是非常谢谢她 你要转换一下风格吗 我 可以的 嗯 我刚想了一下 就是回忆起她 第一次 来我们练功房 那个时候 我们还是蛮小的练功房 然后 大家 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 赛伊桑和 玛丽桑都是素颜 我就 那时候就觉得素颜 所以你当时化了妆是不是 没有 我们也素颜 就是 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现在幻想了一下 就 一直在 就是跟你也不认识 但是我是作为前辈 就像现在的话 我如果素颜 我下去吃饭 遇到了后背 我就逃的 你的偶像发布原来那么严重啊 对我就觉得 你就躺 你看后面要这样走吗 我就明明可以坐电梯上去 我就要走楼梯 对 然后我就现在回想了一下 就觉得 赛伊桑就是 跟我们非常的亲近 就是能把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当做自己人一样 就可能是因为人家的素颜和装后差别 一定不大 对 对 真的 那倒是的 莫涵倒是真的在讲道理 就是 我后来 就是又再想到了 我们去台湾 就一起通告外务的时候 赛伊桑就一直带领我 我第一次的马沙基按摩 也是她带着我们去的 对 我就也非常感谢她 带我入马沙基坑 真的很棒 你们也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又回想起她总选 然后后来演唱会都来看我们 然后之前我们第一次首演的时候 她就结束还跟我们就是说了 说我们就是比较严厉吧 对那时候 对那时候 但是如果没有那时候的严厉 我们后面就不知道 原来我们还那么差劲 还需要更多更多努力 真的是把我们当自己人一样 然后还说了很多道理 然后我记得一句话她说 礼貌是世界通用的 虽然我们语言不相通 但是礼貌是世界通用的 然后时刻要紧记着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要有 做有礼貌的社会和青年 对要高级的素援 对 然后我也希望自己以后能成长成 跟赛桑一样很棒的一个偶像 她毕业之后她的梦想是当女演员嘛 然后我也希望以后她拍的电影 然后可以大卖 我也可以去看她 然后希望她不要忘了我们 我会一直记住她的 非常感谢她 刚刚听了你说的那么多 关于赛上的回忆嘛 然后我就想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 我就想到 那我觉得就是印象最深的呢 应该就是第一届 SNH 然后48的总选举 然后那个时候赛桑也来的 然后 就坐在我边上一个位子 就坐在这儿 对 然后 然后就是 嗯 那个时候 当一开始赛桑知道我们有 总选举的时候 她就对我们说 就是总选举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什么 我想起来了 今天经历了才有感觉 刚出道时候 我经历的时候才知道多么的才 对 我们在台湾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刚出道 总选举什么一点编都没有的时候 没有印象的 有没有感觉的 山北学先生就跟我们说 哎 要不我们SNH也弄个总选举吧 然后赛说 哦 到man 到man 我就那时候就觉得 嗯 为什么要打man呢 对对对 哇 现在发现 是的 对 现在我们工作人 太大一起 现在我们工作人说 哎马上 然后那个六七八月份 又要总选举 哇 不要再搞了 完蛋 完蛋 本来 本来我是想说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被你们 弄得我现在都赶不下去了 你继续 你继续 然后然后 让我应酿一下 然后后来 后来他跟我说什么了 后来他又跟我说 就是 反正就是结果不太如意嘛 然后他又摸着我的头 说啊没有关系 怎么怎么怎么的 反正就是那种就是 非常不流利的外国人的中文 然后很勉强的和我说 没关系 没关系 别难过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虽然就是语言上面不通 但是这种 心是相通的 对就特别感动 然后就 嗯 很谢谢赛桑那时候给的鼓励 耶 大菲呢 我啊 那我就挑一件 塞前辈做的对我 比较正经的事情 给你递饮料 不是 这个是在画面中 屏幕中对我递饮料 然后就是 那个时候 刚进来的时候 还记得吗 前辈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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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时候 临时 上演出的时候要改动作 然后 然后 那时候日本老师 日本的本部的老师过来 然后 一定要改那个 K4的动作 然后当时我就懵了 因为我的 当时 就是舞蹈非常的差 然后根本就扁不过来 嗯 根本就扁不过来 然后 呃 就是塞前辈 就是很温柔 然后很耐心的 教了我一个中午 就那么一个动作 我就记得 就很枯燥的一个动作 就是 呃 最后的终身想起这个动作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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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动作 啊 我怎么做都做不过来 当时 都急着都要 哭了 然后 之后塞前辈 就一直很温柔很 温柔 教了我一个中午 才交会 哎 暴露了 她太有耐心 她是欣赴萨艾前辈了 对 然后她就常跟我们说 就是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有感恩的心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她 谢谢萨艾前辈 这么有耐心 这么有爱情 我呢 觉得有一幕特别难忘 虽然当时我没有成为 去日本的几个成员之一 但是在总选上 再做出了一个 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只专注于SNH 就当时其实我在看直播 然后就 对不起 当时我在现场 晒虾 好心疼你啊 好心疼啊 我们从第一个MC就开始心疼你了 心疼 心疼 太心疼了 暴击 暴击 因为你们要挂了 要挺重 连世暴击 继续感动 简直就是一个暴击好吗 就是在这种重要的时刻 我却不在场的这种感觉 我天哪 我当时在家哭得稀里哗啦的 就是超级感动 我没有想到 他会为了我们做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决定 然后为了我们付出这么多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特别的好 然后这次算了不说了 你别要掉胃口 说嘛 说嘛 没有 其实这次那个 我不是消失了一段时间嘛 但是去看了那个SYESA的毕业演唱会 然后对 然后有幸能看到他的 就是见证他这个最后一次的演唱会 我觉得很开心 谢谢 自己一个人去的 有 没有任何人跟我 我一个人在 其实他有邀请过我 只是我拒绝了他 我没有钱 我也没有钱 我下个月工资已经 那个提前预知完了 我对外前辈的印象 其实我还有一个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印象就是他刚来的时候你们可能都忘了 他给我们带了很多吃的 我记得 怎么会忘 我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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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鱼丝啊 对对对对对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那米花糖的是吗 嗯 是吧 哦 对 不想吃的 嗯 就是我希望 就是他毕业以后呢 希望他以后的事业呢可以 越走越好 然后越来越顺利 然后真的就是可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 谢谢 好 那么呢我们的工艺还是要继续的 接下来请欣赏下一首歌 《战役的崛起》 小卢 嗯 小卢 爱 的 感谢观看